长期分居的婚姻,女人幸福不幸福,就看女人这几个表现,你中了吗? 女人幸不幸福从脸上就能看出来,好的婚姻,好的夫妻感情,会让女人看起来更加漂亮迷人,行为举止自信大方。 相反,如果夫妻感情长期不好,女人缺爱严重,那么女人的脸上是看不到喜悦的,给人的感觉是枯萎,会让人感觉很憔悴,所以爱情真的是芝瑞女人的一种良药。 婚姻里,女人过得不好,有心的你,就只要看她这三个表现就知道了。 第一,面无表情,目光呆子。 俗话说,结过婚的女人,会比当小姑娘的时候更有韵味,更有女人味,女人为了取悦用心打扮自己,这样男人会越来越爱自己的女人,就这样在一个良性的循环中。 但是相反,如果女人找一个不爱自己的男人,拥有着一段不幸福的婚姻,男人不疼爱女人,女人长期缺乏男人的宠爱,夫妻生活不和谐等等。 那么这样的婚姻多半是煎熬的。 长此以往,女人内心就会积压很多的委屈,脸上自然会看不见笑容。 二,喜爱唠叨,怨气十足。 很多女人结过婚后,都过成了家庭祖父的生活。 洗菜,做饭,带孩子,厨房,菜场,两头跑。 这些女人为了男人放弃自己的工作,他们以为这样的付出,男人会记下心力,感动自己的付出。 其实大多数男人,他们会把女人这一切的付出当成理所当然,他们不会感恩,可能某一天你会因为身体疲倦,男人还会对你发脾气,因为他习惯你的付出。 女人的付出,男人视而不见,觉得理所当然,这样的日子久了,女人心中肯定会产生埋怨,女人就会变得唠叨,开始抱怨,也会让男人感到很烦,这样就恶性循环子。 三,喜欢参加各种相亲交友会,同学聚会,各种团体活动。 在婚姻里,如果女人长期得不到男人的关爱,那么女人就会因为内心空虚而去外面寻求其他异性的关注和青睐。 他们渴望和更多异性接触,一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,二来希望能重获一份爱情。 他们会在工作之余,努力去参加各种各样社交活动,团体旅行等,来打发自己空虚寂寞的生活,寻求一种精神的刺激和享受麻痹自己,忘掉自己的孤独和寂寞。 第四,看她发的朋友圈。 幸福的女人,她的朋友圈发布的永远是友善的,和谐的,温馨的,正能量的。 每每她发布朋友圈,都会有很多人给她点赞。 相反,大多不幸福的女人,她们常常会在朋友圈发一些消极的,负能量的,或者社会一些悲哀的事情。 所以她发布朋友圈,很少有人评论,点赞。 当然了,在夫妻过日子的过程中,夫妻二人要学会相互包容理解。 夫妻二人过日子,也不可能从来都没有矛盾。 但是这需要夫妻两个人多沟通,幸福的家庭永远有一个共同点,就是包容。 无论是夫妻双方还是一方,不要计较得失。 我们知道我们是为了这个家庭的付出,都是希望整个家庭朝好的地方发展。 meses. 夫妻i